金額,不過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是主要是根據貸款的金額 那貸款是跟銀行借款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呢 請注意一下,這邊要加個負號 因為是跟銀行借,你是負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請你加一個負 負的 負的OK 那這裡的話呢,我們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算出來當然沒有問題 不過呢,一樣的方式,向下 向右,要能夠怎麼樣呢 能夠一次 一氣呵成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說,B1的地方呢 請你要怎麼樣,鎖定起來,這個固定的嘛 然後呢 A欄跟三列,所以A欄 跟三列 你把它鎖起來 其實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完成了 那完成部分的話呢,一樣在這個地方 先把它做檢視裡面的凍結窗格 把它凍結窗格 這邊把它凍結窗格 再來的話呢,我就把它向下 填滿 填滿之後的話呢 滾到底下去 然後呢,再把它縮小一下 再把它向右 這樣的話,這部分就完成了 OK 這個是用函數的方式來做 函數的方式來做 那做完之後呢 當然呢,我們在下一個版本 就要更精進 那下一個版本有分兩種 一種是 各位等一下可以思考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們 可以用所謂的聚集的方式 怎麼錄製 錄製什麼,一樣是清楚 清楚我想跟前一題一樣 反正就範圍 兩行就解決了 有沒有 一個range 哪一個range 比如說從這個 B4一直到 右下角那個 點select 然後selection點 cleancontents 這個 清楚就完成了 那另外確定的話呢 這個地方你要去思考 哪些步驟 我要怎麼去做 但你可以 用公式也可以 或者用函數也可以 你把它錄下來 然後有向下向又填滿 那這個版本的話,我們等一下再來做 另外還有VBA的版本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著把這個 FV的部分 先試著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